读文字幕君 字幕君 字幕君 杭州有武汉 杭茧杭业 杭串杭业 杭烟 杭串 这些到底是什么啊 以前人呢 会把这些东西当作 现代人呢 会把它当作 或者说 找朋友玩的时候 都会送上这些礼物 大家来杭州的时候一定要买 不只呢很有特色之外 还有历史背景哦 那太好了 那我们赶快进去找找看吧 走喽 杭粉指的就是化妆品 孔凤春这个牌子呢 是由杭州萧山人孔传宏所创的 研发出了鹅蛋粉和生发油 鹅蛋粉啊 更在清代被列为是皇家贡品 连慈禧太后都一定要用好哦 慈禧也先带了 杭剪指的就是剪刀 张小泉的剪刀可不简单 每一把都要经过 72道断制记忆的工序 2008年的北京奥运 还特别制作了一把 运动原造型的剪刀 象征着举世欢腾庆奥运哦 你也可以选择一把造型与贺结合的剪刀 不但有长寿的意思 送给别人 还可以传达出 你们是剪不断的好感情 昂扇就是扇子 以王兴记的黑扇最为著名 黑扇的做法十分考究 可以经过浮面 折面 上色 整形 等16道的工序 黑扇可以山峰取凉 又可以遮阳避雨 享有一把扇子般拔伞的美称哦 店家觉得我们很奇怪 航烟指的就是汉烟 蜜大昌就是当年最热门的牌子 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开创免费广告的推动者 也是开始订单农业的先驱 但后来随着汉烟逐渐被卷烟取代 加上政府禁止民间生产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终于只剩一个了 航线指的就是丝绸 杭州又被称为叫做丝绸之府 其中又以都景深最为著名 曾被誉为是东方艺术之花 不知道要学哪一条好烦恼 不用担心 问问老板娘 老板娘会依着你的性格 肤色 穿着 来帮你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条 不论是绑在头上 围在脖子上 走出去都相当的引人注目